我們這個值得說 因為有時有些麵、Pasta、Pizza都有不同的名字 我不蓋太多了 因為它的變化真的很多 因為意大利粉 外國人做這些 它只是通粉 也有很多款式 我們香港人吃的 我說最普通的那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種 圓形的一個彎彎的通粉 其實我們這叫macaroni macaroni 中間有car 還有macaroni uncountable 再讀多次 macaroni 但你已經看到下面 有一種通心粉 我們會叫長通粉 長通粉 人家是有另一個名字的 叫做Penny Pasta 或者有時候叫Penny Penny P-E-N-N-E Penny 或者叫Penny Pasta 這些都是值得學的 都是uncountable uncountable 長通粉 假如你日日可以叫通粉吃 你不要搞錯了 以為別人來錯了 我是不是都叫macaroni 我見很多人都是不是叫macaroni 但其實人家分得很清楚 其實還有細分的 就算意粉也是 不過我今天沒有說給大家聽 譬如你看到第四的意粉 我們之前都學過的 sparghetti 其實還有很多的 有扁意粉 那些不說了 太多了 我們暫時學到這些 意粉都有很多款式 sparghetti 第三那種一看下去應該都認得 那種其實是最簡單的 好像即食麵那些 如果你就這樣平時說 麵我們不是叫Noodles 還有提醒你 Noodles 我們是usually plural的 你查字典都會看到有這樣的表達寫著 叫usually plural 因為很少會叫Noodle 麵是一條嗎 真的是Noodles 如果是想說即食麵 我們直接前面就是加一個instant 即時的意思 instantNoodles instantNoodles 好了 即食麵 另外米粉叫什麼呢 應該都不難猜到 都是Noodles 不過前面加一個rice 米 這麼簡單 riceNoodles 米粉 這個pizza 好easy pizza是countable的 好了 記住 這個字這麼容易 但是幾滲氣都要說 讀音 千萬不要pizza 不要pizza 那個是我們平時 你好像平時說中文 我想吃pizza pizza就可以了 但是真正英文就不是pizza 是pizza 短音 i pizza 好嗎 說到零食 這個很簡單 他的盒子都寫了 叫pop coin pop coin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pop coin pop coin即爆谷 uncountable 所以不要加s在後面 其實你都猜到 有些人開始猜到他 你很少看到他出現s的狀況 所以那些都是uncountable 第四個教過了 我先寫在旁邊 marshmallow 這個因為countable 我給個s在 marshmallows 跟著 nuts 又是 一定countable 很少用nut一個字 如果只用nut一個字 又是小心 罵人的 所以 nuts 就是那些果仁 跟著這個是chips 可以就這樣chips 又或者potato chips 當然啦 countable 跟著 這個是甚麼呢 我們香港人很少吃 外國人很喜歡吃 類似我們香口膠的 叫bubble gum bubble gum uncountable 數不到的 gum 跟著 這個我們香港人很喜歡吃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吃 魷魚絲 真的沒甚麼人會說 其實也不難說 魷魚本身叫做 cattle fish 首先會讀這個字 cattle fish 我們通常一個字 讀的noun 我們不要cattle fish cattle fish 即一個noun 是音是由高向下 noun 即名詞 cattle fish cattle fish 除非後面有字 譬如這裏 後面有一個stress 這個字 stress 你塗字典 這裏有countable的字 他就是uncountable 這個字本身是uncountable stress 代表一絲絲 一條條 所以 魷魚絲 就叫做 cattle fish stress stress 其實有點巧合 因為 red 那個字 扔著sh stress cattle fish stress OK 好了 搞定了 你們應該都抄得切 一個了